大家好 上一次录了一个抖音视频 主要是讲了脚脂、瓶脂和平铺网的一些制造方式上的差异 受到了良好的反馈效果 很受鼓舞 今天在抖胆再录一个视频 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平铺网的主要产品形态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手上拿的材质是波纤的 主要的网孔大小有5升5毫米的 有3升10毫米的 有3升5毫米的网孔 还有12.5和6.25乘12.5的 这样几种产品形态 克中是从6克到40几克不等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种 这个产品是化纤的材质 化纤的材质 网孔大小是8乘12.5 用砂是83DTX 克中是在3.9克 克中是在3.9克 我这一个产品也是化纤材质 是网孔大小是2.5乘以5毫米 用砂是76DTX 克中是在5.5到5.6克 这样这是化纤的材质的几个产品种类 那么我还有一个就是菱形的 那么就是三个方向的产品种类 也就是有镜像 然后斜的两个方向是菱形的 我们也叫三向的网格 那么这个的用途也很广快 那么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也是三向的 那么我的这个镜线的距离啊就比较大 有3.5厘米才一根镜线 然后也是用屏幕器铺的 这是几种主要的产品的形态 以后有机会啊 我们会逐一的对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规格的用途 从产品用途上来给大家来进行交流 进行分享 好 谢谢